现在的股市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一言难尽 就是说也说不清楚 也没有什么人能说得清楚 包括财经博主 我们A股的财经博主 应该是最难做的财经博主 因为你要判断美股很简单 涨涨 你只要每天看了就行了 我们A股呢 不光是要看和涨跌 但日内波动都很剧烈 上午涨得好下午就不行了 上午不行了下午还能行 那么今天就是一个标准的案例 早上的时候 那绝对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人山人海 下午的时候就风云突变了 眼看着不行了 接下来我们详细讲一下 首先 今天A股的大涨和大跌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 跟小周文关系比较密切 就是有人说啊 老师你能不能分析一下 什么量价呀 分析一下这个什么MCD开地界呀 说实在话 以前 放在以前 放在2014年之前 我估计你分析什么什么量价呀 什么MCD呀 开地界呀 可能还有点用 那个时候自媒体还不是很发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股市几乎就是什么 几乎就是一个 80%以上呢 是属于消息市啊 就是跟消息有关系 这个技术上面的层次呢 量价MCD明显没有消息有用 尤其是在炒题材 在炒概念的时候 那就是几乎全部跟消息有关系 消息不吹动 那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波动 或者就是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它也属于一种消息 那我们今天的A股呢 它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的 叫做什么消息市 首先 今天上午呢 本来市场找得好好的 下午就不行了 然后呢 就想起一首诗叫什么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反正明天也一样 昨天股市有没有欺骗你 昨天股市我感觉被欺骗了 昨天一个大跌呀 我就感觉被欺骗了 上午的时候股市涨得很好 我觉得下午有可能反报呢 我都没有减仓 我都没有减仓 结果下午又跳起来了 不但昨天股市 不但昨天生活欺骗了我 今天上午股市也欺骗了我 明天 希望明天不一样 那么 这个股市为什么剧烈的 大幅度的波动呢 这个大摩 下午的利空是中国版QE 不会发生 其实上午的时候呢 有一个传言啊 中国版QE来了 消息称 央妈可能下场买债 今天A股 港股一反 着实下跌台 今天基地大量 你要知道 港股今天上午也是非常猛的啊 分析师认为 今天上午的最大助力是 一直在流言 你看我A股现在就是流言蜚语 纯粹靠这个小周文在炒 有些人称 央妈可能下场买债 中国版QE即将开启 这个中国版QE就和日本的QE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这个日本啊 他当时呢也通缩了嘛 日本通缩了 被老美收割了 然后通缩了 通缩了 然后刚开始买的时候没有反应啊 刚开始买的时候 那还是安倍在的时候 刚开始买没有反应 但是常年累月的买 不断的买 常年累月的买 结果真的把日本股市给买起来了 这个其实日本股市买起来呢 它更多的是什么 一个周期到了 就是周期嘛 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你这个 20岁了 对吧 周期到了 20岁的时候 你可能就 小的时候 你可能不喜欢找女朋友 但20岁你可能就喜欢找女朋友 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周期就是什么 就是日本30年房子结束了 你看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泡破裂 30年的房贷还清了呀 90年你算 30年房贷还清了 那不就是2020年吗 你看这个日本股市真正起涨 就是从2020年开始涨了 那这个房奴从这个房地产解脱了 自然而然就有能力去消费了呀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当时日本的这个股市上涨 是最成功的 你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量化宽松啊 并不是老美发明的 有的时候这个日本它这个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就是这个量化宽松 你要知道这个量化宽松不是老美发明的 是日本发明的 日本当时就是为了用了通缩 然后它搞出来一个量化宽松 然后老美借着用了 那么我们呢 咱们也要是量化宽松 写来个什么中国版的QE的话 那就厉害了 因为一看 哇塞 日本股市从底部涨了四倍 对吧 我们大家要涨四倍 不是要涨一万两千点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版的量化传言即将开启 一位资本市场的大佬之言 这意味着压横扩表 遏制信用被动收缩 对于全一市场而言 所以全一市场就是股市而言 自然是大利好 不过呢 这是直接利好国在市场的消息 这都是一位资本市场大佬 资本市场大佬是谁 对吧 这个消息就是 你看他很悬啊 他没有 他没有一个说是谁是谁 都是什么 传言认为 这个什么等等 所以说这个有点 反正这个有时候留言 他有时候对的 有时候错的 就靠这个小作文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小作文是上午发出来的 但是呢 上午发出小作文过之后呢 结果呢 这个大摩 就是摩根斯坦利又来了 说中国版的QE不会发生 他说中国版的QE不会发生 摩根斯坦利分析 这是通过使用 这个央妈票据 反向收购和贷款措施 转向越来越多的使用 政府债券交易来控制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这个就是 他其实就是解决地方债的 这个摩根斯坦利的意思说 我们这个中文版的电话关中 主要是解决地方债的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使用地方债券交易 主要是解决地方债的 不是为了解决股市的 你不要误会 对吧 不要 会错意了 对吧 比如说那个女孩子 对你笑了一下 你不要认为人家就喜欢你 人家可能是 这个礼貌性笑了一下 你不要想多了 摩根斯坦利就这个意思 你不要想多了 这个主要是用来是 政府债券的 这是为了化解地方债的 因为 因为这个摩根斯坦利呢 他最近这两天讲 A股涨幅已经达到15% 建议投资者获利了结 知道吧 建议A股至2635点 低点已经反弹到3090点 已经达到了 接近15%的涨幅 因此建立 这个投资者获利了结 兑现2024年 A股涨幅的预判 大家还记得上一次 上一次摩根斯坦利 也是建议投资者获利了结 当时 当时的大盘只说 大概在3100点 当时的大盘点位 就在3100点 你看 这个 历史又重演了 就是上一次 也是在312点的时候 建议投资者获利了结 没人相信 结果跌到2600点去了 这一次又涨到3100 他又建议你获利了结 所以说 意思是说 你不要汇错意了 那么 这个 本来靠着传言大涨的 然后 这个摩根斯坦利 喷了喷冷水 又下去了 又下去了 但是目前来讲 也没有说确认 这个东西 你看他表述的 都比较玄幻 但是 但是呢 今天北向资金是流入的 北向资金呢 是流入了2300亿 进了还是不少的 结束了好几天的进流出 那么虽然说没有 没有腰妈的这个 这个量化板 但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 可以确定的是 随着多支宽金ETF 近期披露了2023年的这个年报 中央会已经大手笔 买入ETF被证实了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在去年啊 就是传言都传言说 呃 就是买了 但是到底是买了还是没买了呢 你看 随着多支宽级ETF 当然我们这个买ETF 嗯 不好说是不是跟日本学的 因为日本当时搞量化宽松的时候 他就是光买ETF 他不买个股 啊 日本当时搞这个量化宽松的时候 他就是光买ETF 他也不买个股 那么你看他这个最近啊 也是明显就买这个ETF啊 那么 突然汇金呢 在2023年下半年增持华夏 固定300ETF超11份啊 这里就要讲到华夏 看到没有 这里讲到华夏 固定300ETF 华夏基金是谁的 中心证券的 啊 中心证券的 知道吧 啊 中心证券的 华夏ETF超过了11份 嗯 这个总体来看 除了这个固定300ETF呢 还增持了这个50ETF啊 啊等等等等等等 啊 那么那么这个呃 虽然说没有量化宽松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国家都有旧市啊 这个旧市的时间呢 基本上就是在呃 下来年 2009 2008 这个应该成本线 所以说跌破2009 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你看 昨天刚跌破2009 今天就给你收回来了啊 而且呢 他增持最多的就是华夏 或者300ETF 华夏证券呢 就是就是中心证券集团旗下的啊 啊去年十家公募基金业绩出炉 华夏基金净利战略利益 五家同笔相法 中心证券还是牛的 你看去家十去年十家公募 有五家是同笔相法 但是华夏基金净利战略利益 所以说在昨天 在昨天 股市大跌的时候 都怪他中心证券投上去了 咱怎么说呢 反正空单呢 你不需要怀疑 中心证券的空单呢 它肯定是全国最多的 但是空单呢 有些确确实实不是它的 大家知道中心的 它是最大的券商吗 它客户很多啊 那客户很多的啊 那有些人是自己挂在中心的 开户在中心 它肯定空单多呀 但是中心呢 它空单多 有的时候咱也要多少理解一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心证券啊 它其实有华夏基金 而这个华夏基金呢 是中国最大的公募基金 这个华夏基金掌控了1.28万亿 记住了是1.28万亿的这个 1.28亿的这个债券啊 股票之类的 那你想想要是 嗯 股市老师爹他不肯定亏啊 他配点这个 股指息货啊 被充一下也是很正常的 对吧 这个十家公募 华夏基金去年呢 净利润呢 这个第一名 工赢瑞幸 就是工商银行的工赢瑞幸 赚了19个亿 嗯 东方证券 惠天赋啊 赚了53个亿啊 其实东方证券就是给那个 释迦郭祥上市的就是这个东方证券啊 然后有一家基金非常有名 叫做惠天赋基金 这个惠天赋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 焦银 焦银有个基金叫做焦银斯多德基金啊 这个大家经常听 就这几个基金 大家应该经常听到啊 惠天赋是东方证券基下的 工商银行的叫做工赢瑞幸 然后焦行的叫做焦行斯多德 嗯 那么华夏基金呢 华夏基金是中信证券极端基下的 然后这个十家公募基金当中啊 华夏基金以这个20.13亿元啊 净利润 再去榜首啊 这也是唯一一家利润超过20亿元的 呃 公募基金 其他的呢 公赢瑞幸也19个亿最多 嗯 总体来看呢 中信证券 嗯 去年还是比较牛的 做的还马马虎虎 因为去年股市是下跌的 大家知道 去年股市总体是下跌的 嗯 呃 在下跌的过程中呢 还有20亿的 呃 存利润 也算是 还行了吧 啊 也算是还行了吧 啊 中信证券 刚才讲到中信证券的时候呢 嗯 中信证券 他刚刚发布的报表啊 我们看一看 摘扬一下啊 呃 中信证券呢 在去年的时候 呃 营收和经历是双跌的 员工人均薪酬呢 降至79万 你看这个名字叫的 是吧 就是说 人均薪酬降至79万 看到没有 降到了79万 呃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3月27号 中信证券举办啊 2023年的业绩说明会 呃 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券商啊 呃 这里下面写了啊 2023年中信证券人均薪酬是79万 2021年的时候人均薪酬是89万 2022年的时候是82万啊 你看啊 2021年人均是89万 人均薪酬89万哇 厉害 2022年人均是82万 呃 但是我们要要理解 就是中信证券啊 其实还是比较难进的 你要是普通的本科啊 其实很难进中信证券的 呃 你能够理解啊 但是 呃 说是降到了79万 真的是 唉 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吧 有点像什么 像那个杜甫写的 对吧 出门酒肉臭 路由动丝鼓 啊 一听降到79万 以为 以为是涨到79万的 呃 这个还是比较牛的啊 今年呢 监管下IPO测单数量 集中年内已经共有80家组统社会了 呃 80家组统社会主要是中信 建筑和中信证券 这两个策略的比较多 尤其是什么 呃 青苍市分红啊 企业 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APO申报 重新做出 呃 审慎考考虑和调整 呃 然后呢 呃 再上 而APO测单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语出惊人的啊 有个语出惊人的 呃 讲到这个APO 叫做吴小球 啊 他说 他说上市公司退市太慢了 要鼓励主动退市啊 你要知道上一个市的要花多少钱 我们刚才讲到了 呃 那些呃 主动退市的有80多家 他可能要准备好资料 然后再上啊 上一个市的话 这个保健费呃 呃 也两个亿 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加起来 好几个亿呢 那那那你要明白这个呃 上市上市花了这么多钱 你还说要主动退市 这个咱都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吧 上市公司退市太慢啊 啊 要鼓励主动退市 我不知道A股这么多年 嗯 30年历史有没有一个公司主动退市的 好像没有 我心想当中我是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接触股市的啊 差不多快小10年了啊 我这个就专门抄股呢 那是2017年的事情 他这个嗯 嗯 好像命令到中没有一个说自己要主动退市的啊 没有一个说自从主动退市的啊 而且很多公司为了保壳 那真的是用尽方法 用尽这个手段 都不都不愿意退市啊 所以说呃 这个是谁 这个是中国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院长啊 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院院院长 吴小秋表示 嗯 你看 注册日APO 申报级单值就很厉害 很多企业都测试材料了 头间过去有多少 没有达到标准的上市公司啊 所以说呢 不能让乱七八糟的公司在那里呆着 毫无价值 要加快退市的速度和效率 呃 退市 退市太慢了 上市公司已经有5300多家了 应该实现入口和出口的平衡 比如说 今年上市100家 退市也应该100家 这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印度 啊 这一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印度 印度呢 在2023年退市了600多家 上市了600多家 基本上是非常平衡的 呃 那那 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个 呃 有有上市 有有这么 因为他们是注册制嘛 注册制上市本身就比较容易嘛 你想想 一 进度一年上市690多家 跟我们前几年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我们前几年 一年600多家 三年1800家 跟印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不知道当时这个 我们的注册制啊 是不是参考印度 印度就是一年600多家上市 但是去年 2023年的时候 印度上市了600多家 退市了600多家 啊 大概上市了640家 退市了627家 基本上是非常平衡的 我们这就是上市了就不愿意退市了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严育运法 你 你在印度你但凡犯个错误 就给你退市 退市10年之内不准上来 这个是有规定的 你退市过之后不是说啊我退市了 我到时候我改一下材料 我就接下来排队 不是这样的 在印度只要你退市了 10年之内不准再重新上市 所以说上市工资呢往往还是比较害怕的 怕退市的 因为你10年之内不能上市了 你10年之内不能上市 你10年之后上市 你搞材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还要一两年啊 对不对 那到时候董事长可能都 对吧 生病了都不知道那个啥了 对不对 那印度他之所以这个退市非常非常严厉 就是你但凡犯点错误 你上市公司但凡犯点错误 就咯屁了 就下去了 这上市公司呢都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咱们A股呢 一年退市30家就已经了不得了 一年上600家退市30家 最后现在升爆了 给股市干了2600点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吴小秋奖呢 这个上市公司有100家 退市也100家 这样呢实现入口和出口的均衡 这个还是比较对的 但是你要说 你要说咱们这大A股啊 要是退市退这么多家 哎呀 这真的是扛不住啊 因为印度它是有那个基金的 就是退市了 展户也好 是有赔偿的 我们的退市就是散户自己承担了 退市没有了 那个印度退市呢就是 那是有赔偿的 散户是有赔偿的 我们这里没有赔偿 所以说呢 可能我们的还是发审之合适一点 啊 因为你知道谁退市好呢 对吧 你知道谁退市都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要想实现一年薪上100家 退市呢也应该有100家 就要鼓励主动退市 啊 我们没有主动退市这个概念 上市公司就想赖在那里 把壳一卖就发财了 所以说在2014年的时候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2014年没有市值低于30亿的公司 整个股市找不到低于30亿市值以下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一个壳就能卖30亿 一个壳就能卖30亿 啊 所以说呢 就没有低于30亿的公司 啊 所以说谈到这个 他还谈到了转容突出界 呃 吴小秋表示转容突对大机构有利 对个人投资是不公平的 T加1的时代 几乎可以T加0对冲 但个人投资没有这个机会 啊 呃 所以说呢 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 嗯 这个吴小秋呢 是资本研究院的宣长 反正说到是第一次来提到过 主动退市啊 啊 央妈呢 最近呢 总体还是啊 央妈呢 最近呢 还是持续放水的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 呃 资金方面不用担忧 今天今天呃 央妈公开市场 镜头放了2480亿元啊 这个资金还是非常充裕的 呃 马上要放假了 在节前呢 应该还是比较充裕的 你看呃 假期呢 是这样的 有耶稣受奈日对吧 耶稣受奈日 还有复活节 呃 耶稣嘛 耶稣复奈 这个耶稣受奈日和复活节 西方呢 西方呢 主要是 古希腊 啊 古外 古古希腊 还有呢 这个古罗马啊 呃 还有一个就是耶稣文化 那么 我们的港股呢 是3月29号明天 嗯 还有下个星期一修饰 港股是明天呃 和下星期一修饰 所以说南北下的交易呢 也将关闭 不过最近呢 这个港股啊 呃 比以前走得好一点了 港股的大哥 A股自己玩耍了 但是明天呢 因为港股是修饰的 呃 护股通和深股通也关闭了 呃 所以说这两天呢 就是明天你要看到股市成交量下降了 不要慌啊 明天你要看到股市成交量下降了 也不要慌 呃 包括下周一的成交量下降了 也不要慌啊 然后呢 最近这个最火爆的低空经济呢 今天呃 有一个龙头 只要剪辞 这就是A股为什么不能够长期走 啊 一涨的话呢 股东都跑了 啊 股东都全跑了 呃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 呃 所以说呢 这个 A股大部分就是炒体财炒概念 但是 但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你说 你说我们A股炒体财炒概念 一涨起来这个老板都跑了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这个比尔盖茨的吧 比尔盖茨刚刚开始的时候 持有微软的股份有20%多的 23%到24% 他也是微软涨着就卖 涨着就卖 涨着就卖 然后呢 拿出来这么多的钱 专门请了一个团队 专门请了一个非常牛的理财团队 每年年话可以给他做到阶级15% 确确实实他靠着这个团队呢 给他挣了不少钱 但是他要是不是卖微软卖微软卖微软 他一直不卖的话 他会发现 他赚的比这个专业的团队 给他挣的还要多很多很多 可能还要多个几十倍 所以说你要说 你要说我们A股简直一涨起来 大股东都跑了 其实美股大股东不是也跑了吗 那微软当时必要该是不是也跑了吗 跑了就没多少股份了 只能说这个区别 最后的区别还是什么 就是咱们A股上的太快了 上的太多了 美国股市也没有一年 杀这么多股票呀 对不对 咱们A股就是一年上的太多了 供给太多了 但是其实老美的股市减持也不少 你看特斯拉 特斯拉马斯克不是也减持了好几千个亿吗 特斯拉不是被马斯克也是减持了千把亿 最后买了个推特吗 买特斯拉不是也卖了很多吗 是吧 美股的微软也被卖了特斯拉 当时马斯克缺钱需要收购推特 没钱怎么办 也不是卖了特斯拉嘛 卖了很多了 对不对 是吧 总体来讲今天大概就是这些消息 那么对于明天的行情呢 反正今天委盘那个跳水呢 说不好 也不好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A股 你要说完全预判它的走势 基本上很难预判 我估计接下来可能主要是应对了 就是接下来可能要应对 你要说你要预判 咱们只能说大致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向上的 而四月份呢 大家知道下个星期有清明节 我们下周四就放假了 那清明节过之后呢 铺天盖地的年报和一季报 那都是多得很 多得特别特别多 尤其是清明节之后啊 这个年报和一季报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四月份呢 也许股指啊 也许波动不大 但是个股的波动会会很激烈 因为很多这个年报和一季报都会比较厉害 所以说大家在四月份的时候一定要精选个股 指数上面估计呢 问题不大 应该你看 刚破三天 昨天刚破三天 今天就说回来了 三天估计就是底线 所以但是四月份呢 随着很多公司发布业绩呢 可能波动会比较剧烈 到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比较看好来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今天大哥呢 涨停了 看看明天人工智能能不能再往上去退一退 有关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